最近啊,在跟很多单身的大哥交流的时候,我们发现,这单身汉的日子是真不好过呀,不仅仅是孤独,主要是大多数人过日子都对付呀,很少有人能一天三顿饭都吃全会儿的,还有的呢,为了图方便,天天下面条吃,糊弄饱了就行。 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家住严吉的于大哥,真是对付呀,我们红娘一进厨房,那满桌子都是咸菜,没有一样是热乎的,你说这时间长了,胃里能舒服吗?就像这样的大哥呀,真得找个知疼知热的老伴。 说,还挺好找的,这个地方。 你坐上面去了? 我们在那个,那个超市那块停的,完进来的。 我家这有乱,行吗? 我家这有乱。 我给你吃个镜子一样? 不用,不用了。 我给你吃了。 余震青,62岁,专厂退休。 退休金2600元,丧偶,住房面积92平。 在这我们店里还挺大的。 这个就,90多年了。 叔,这扣子是刚吃完饭吗? 我吃完饭,没啥。 放着了。 嗯。 我看着吃的是什么。 我那个菜菜锅里面的,白,白的菜。 这是虾酱,这是虾酱。 这是那个辣白菜。 辣白菜。 大姐,辣白菜。 这是鸭菜。 鸭菜。 鸭菜。 这是肠。 咱这咱俩都主要以咸菜为主。 对啊,菜点那儿。 之所以余叔现在的生活这么的糊弄, 是因为之前家里的一切都是老伴打点。 这老伴的突然离世啊, 使余叔的生活啊,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找外面走到来。 突然就是那些。 120那是哪儿的给我打电话? 你叫余振青? 我说对啊。 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现在找外面呢? 你马上到学校来。 我那小外孙子在那儿学校嘛。 冬天那是春节之前吧。 那祖宗脉加成就是疼的啊。 冬天啊,年龄大身体不好, 就一冷,血管它就收缩了。 就那样倒了。 在这边当地应该是花了三万多块钱,三天嘛。 在那边是花了可能六十二万、六十一万点。 在那个ICL里头吧, 你哪天在京大学院,哪天那两千万两千万呢? 哎呀,这样。 后悔吗? 那我后啥回呀? 你卖房子,卖那个房子, 卖这个房子能治过来也行, 他治不过来,你看看。 我后悔啥呢? 没吃过,我做的一口饭,一口菜。 没做过饭,根本就没做过饭。 他一开始一直说, 吃个饭咋子,很关系。 我当时我考虑, 吃完这个家,不过我走了, 家里寒他, 之后孩子我也照顾不了, 我们家他几千块钱, 都他照过来。 没了以后,我相当的事, 饭也没出我。 后来那朋友才说, 你吃完不行,你得出我。 下半分就没出我了。 我不愿意出去, 这事怎么轮到我头上呢? 这事怎么还能这样呢? 你说是吧? 老湿芭蕉一辈子的余叔, 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就是没能对老伴说过一句知心话。 如今老伴已经去世三年多, 余叔也觉得, 还是应该再找一个能知冷知热的另一半, 一起度过接下来的晚宁生活。 那具体想找啥样的呢? 丑的得差不多一点吧, 最起码家伙啥的得会吧, 收拾这个屋子做个饭场, 这是第一点, 人便宜, 人的仁品比好一点。 完了, 丑的面上事吧, 两人丑, 顺眼差不多就行了。 顺眼? 顺眼? 顺眼一般差不多就行了, 顺眼一般差不多就行了, 再玩, 小眼算也差不多就行了。 咱也不是太温热的, 还来自冷, 有点就完了, 好好吃啊, 这先吃。 皮肤的肩脂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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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 别冷了, 多串的啥, 该串的啥, 串的啥。 能干活, 会做饭, 性格好, 这让红娘一下子想到了, 家住长春的张红杰, 张阿姨。 挺冷的, 下来太早了, 阿姨。 辛苦了。 下来太早了, 阿姨。 哎呀, 没事没事。 哎呀, 天呐, 这样的好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 咱往屋走就行了。 我来脱个烂烂的。 小心, 快點not private% 张红杰,60岁, 国营客车厂退休。 退休金3300元, 李懿, 住房面积50平。 咱工作室呢? 我一直有工作, 就是国营的客车, 现在的轨道客车。 对, 我淀露了。 çek ng。 三阿姨不仅干着自己的正式工 还把家里祖传的煎冰摊手艺 也接了过来 我看您那个就是那个韩姐妹的设备是那时候就倒讯带吗 对呀我一直都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一直没舍得 因为我父母的东西 现在本来是这辈儿我们家媳妇不学 我外人媳妇我让她等以后我这些东西都给她 因为我毕竟有老的时候 咱就是干这个就是都干多少年了 我家八一年一直干得行 就是一直现在维持的 父母一直做 对呀 对 我得接着 没啥事我就干点 说到这儿 这张阿姨就给咱们红娘展示了一手 这样的热呀还是 来 尝尝 烫手啊 热会儿呢 烫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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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也吃完了 正当咱红娘打算和张阿姨继续闹的时候啊 一件意外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哎呀妈 她的还出来的呢 一会儿啊 哎呀 哎呀 阿姨的起身离开呀 给红娘整一愣 赶紧跟出去看看 这时候啊 跑进来两个小家伙 原来啊 张阿姨家养了两条狗 怕来的人不喜欢 给关在了走廊里 这走廊里的突然开门啊 让这两个小家伙 跑回了家里 这是帮别人先看一只 这小的是 这个我养的 我是捡的 十二年以前捡的 对对对 他六个月的时候就捡了他 那这个小某当时他给你捡了的 我家女女他们就要往外论 然后我看了挺可怜的 然后就搅了 他才六个月 六个月就得保爱人 冬天好可怜 我就给领下来了 领下来以后 真的是我也不懂了 然后就有病 一次有 一看病就好几百 一看病好几百 然后做绝育 做那个泡布铲 花一千多 做绝育又花一千多 花了多钱了 对啊就他 花好多钱了 那也得花呀 捡过来了 现在他就陪伴我这么多年 一日陪着对啊 心里 心里不理的 我走到哪儿都想着他 看到我 可以说 在张阿姨自己过的这段日子里 小狗带给他的不仅仅是陪伴 更多的是生活中的依赖 而也正是这种安全感 才温暖到了张阿姨 曾经被伤害过的心 就是我结婚的头一天晚上 就当天晚上 他喝酒喝多了 就拿菜刀对打别人 哎呀我就感觉 我这一下完了 那当时 那你们也没有孩子 还咋没考虑呢 那时候呀 年龄小嘛 都没考虑 没想到成能那样 后来有个孩子了 你觉得 有孩子有生涯 一直没有 就是不整业那种 哎呀 当那也不太整业 干 干 开除了 八几年了 然后 我在半夜三更 天天十二点钟回家 我白天还要上班 带孩子 然后我探完结名 探完了半个月 去给人翻面送 就半个月一结账 但我在这结账的时候 钱没了 他给拿走了 经历了钱夫 这么多的事情以后啊 张阿姨终于决定 和钱夫离婚 现在啊 终于把孩子 也抚养大了 张阿姨也开始考虑了 自己后半生的幸福了 想找啥 就是身体好一点 条件就是 有没有钱 我不把钱 看得特别重 你知道不 就是人好 对我好就行 因为我这些年 自己也挺苦的 自己带孩子 一年一年的 那挺不容易的 所以说 要找一个 能有个家庭观念的就行 别的都没有什么太大有趣 身体好 家庭观念强 张阿姨提出的这些 不正好就是咱们余叔吗 想到这儿啊 红娘决定 撮合一下 咱们的张阿姨和余叔 让双方见个面 红娘和余叔联系后啊 余叔也觉得张阿姨不错 特意从严吉 来到了长春 与张阿姨见面 书 哈哈哈哈 好烫 啊 过来了 走吧 咱先往那头去 冷不冷啊 长春这边 比你们延吉那边 延吉先温度多些啊 基本差不多吧 零上白天是10度左右 晚间是零下3度左右 好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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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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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性格看一眼还行 还可以啊 我感觉人 好像挺老实的 我是那种 特别滑的那种男人 还想点啊 别想了 哈哈 老实在想了阿姨 不要 都没脱 都没脱 不脱鞋啊 不用不用不用 都脏了快点没事快记得了 不要 阿姨 这个人做美食的 吃饭了 听说鱼鼠远道而来 扎姨特意准备了自己最拿手的鸡蛋煎饼 给你提起来 快点快点来吧 先尝尝尝尝尝 坐坐坐坐 坐奶坐 请坐 要坐这儿 坐这儿 坐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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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儿 有个人 你吃吧 尝一口 尝一尝尝挺好吃的 那我就先吃吧 吃一口 没事儿 来的都是客人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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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咱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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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身体状况 你也看了 还可以 我姓于 家族研究 也是 62周岁 昨天干过神 是吗 神是挺小的 小 那57年的 是吧 我是下下 你们可能没下下 我没下 我父亲没让我下 然后我们那年最后一年 79年毕业吗 78年毕业 然后我78年毕业 给我嫂子开了一年小孩 然后79年我父亲这样接班 77年毕业以后我就下乡了 下乡到79年年后 那就招工回来了 拿到我们那有一个专厂 老人是专厂 拿到这拿去 拿到那以后干了几年以后 我就手机拿走 拿到那个满通公司去拿 在我满通公司去干了 那有七八年吧 然后我又出来了 来到一二年 一二年我刚才按钻码 那个年线算了 通过活动 退休了 对 下乡也算 按特殊公司退休了 对 在我都没干什么 行 人家现在是身体好比啥都行 就挣多少也都没有 你说真说有病 一场病都挣回去了 是不是 就是现在就是身体好比啥都行 钱都是顺耐值 我这个人就是这个想法 对钱不是那么看得那么重 对 对 他本来他不认识 比较高一点吧 三成多吧 就是他 闲不住 我要是闲的了 就是 这儿不得劲 那儿也不得劲的 偶尔的还打打什么架 我们院里有些老头老太太 她那是打的一码二分五的 得点一块是五块钱 就是一块钱就需要我们时间嘛 我挺喜欢就是说 咱这两个人能闹到一起 有更重点 我这前两天刚从丹农回来 去丹农待了一周 我家邻居我们一个女生 在那儿待着 套了一筹钱 其实挺好的 你要是先说有另一半的话 两个人没事出去溜达溜达 真的挺好 我挺渴望这种生活 但是一直没遇到那个合适 溜的也行 去年上俄罗斯 今天是上泰国 挺好 一五年 一六年上了香港 很好 这房子是一五年嘛 交了个守护 现在又共两千多 我儿子交五百 我自己交一清 就是这样 他就还嘛 他买房是归他嘛 是吧 但是我这个工程就是吃饭可以 有这个钱吧 咱去吃 行不行 我请你们 不用 那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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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我来 咱们出去吃一口饭 看眼睛 看眼睛不像 你这小眼睛 怎么丑怎么丑 啊 妈妈 这一天就没有愁事 你知道吧 这一天就没有愁事 就没有愁事 快走啊 这么客气 一进饭店门啊 张阿姨还没等他家坐下来 就拿起菜单 开始点菜了 你喝不两个能喝吗 你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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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喝 我熟喝不喝 喝 喝我不喝 那喝啥呀 那你就给你 白酒有吧 有小瓶有三瓶 三瓶有 二瓶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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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吧 喝啥 你愿意喝 喝啥行 可是我挺喜欢 那个男人就是喝了一点酒 那就是啥点 一旦有点什么事了 不想来交给酒 不是社会 社会是老子已经 小瓶 哎呀 你们白天马上来我家 你们俩说不说话 你俩说不说话 我哪天晚上我先来 来 来都打电话 你给我请你啊 对呀 那我随便给你 就是 明天晚上打完发酱 他没有赢钱的 请我们吃一张肉串 我请你 不开的 不说话 那你喜欢啥玩家 嗯 偶尔的打的 哈哈 没啥事 有事的就不能打了 做满的啥的干啥的 就不能打了 没啥的 太多有优势了 还行 我感觉 帮我感觉还行 不知道人家怎么样看法 首先呢 这个演员是主要的 虽然 这各方面啊 双方还都挺合适的 但最后余淑还是表示 这演员啊 还是第一位的 双方还是更适合当朋友 于是双方互留下了微信 余淑啊 也坐车回了严急 你看张大姐快人快语 是个爽快人 余大哥呢少言寡语 还挺靠谱 其实啊 这俩人是属于互补型的 我觉得呀 在找另一半的时候 如果俩人在个性上相似 需求上能互补 也许就是最好的婚姻 但是呢 余大哥因为演员和两地的问题 最终呢 也没能和张大姐走到一起 那针对余大哥的想法呀 我们的红娘决定 在严急本地 再给余大哥介绍一位高大姐 这高大姐的性格呀 和刚才那张大姐正好相反 属于那种特别温柔的女人 不知道这一回余大哥的感觉怎么样 高吉华五十九岁 林业局退休 退休金一千八百七十元 黎毅住房面积六十四平 你儿子一般 一般 一般 还可以这个 咱们个儿咋的都还可以 今天把叔叔和阿姨觉得墨儿山 也是因为阿姨平时喜欢登墨儿山 喜欢登山啊 然后叔叔呢也特别喜欢运动 没事的时候也愿意出去溜达走 所以今天我觉得就是 在这儿咱们正好见见了 边溜达溜达完可以了解一下 那个是河楼八家子的 你八家子的 完了今年五十九 五十九 退休好几年了 但是工资不高 林业局工资都抵开一千八百块钱 我家在这个网通小区 中山小区的南车 南车那边有个人民路 人民路的这个 过去到南 那是网通小区 你家房子那么大呢 九十多平坦 九十多 两四一天 三楼 四楼 阿姨家多大 我家小六四 你家中间户外边 我一单元的东西厕 那是一单元 一单元的西厕 我小孩是东厕 啊 跟女儿挨着 挨着 那挺好啊 天天做饭就去吃呗 那现在搬哪 搬那个四中等下 离远了 看那个啥 在楼上楼下多好 我妈做饭了 早饭了 吃饭了 孩子都在那边上学 你进不进 班四中等下 这眼看着 叔叔阿姨聊得挺好 高阿姨也主动开始谈起了 上一段的婚姻 我家孩子 他爸就是有外遇 我家孩子 我就说啥也不理 他都非得要理 他都非得要理 跟他同学 后院有小孩 非得要理 我说不理 非得理 后院法院就 起座了好几次 法院就来做我调节工作 阿姨想到你起床了 因为有孩子 不是考虑大人到无所谓 考虑孩子 所以我先找个屎头 屎头是啥意思 掌柜的是屎头那样的 理议的吧 终究是 起来以后 所感觉到心里有那么 有那么坎是什么 就是有感觉 那你这个 跟这个 你这个老前妻分开以后 现在联系吧 还有吗 那有孩子 有孩子怎么也有点联系 我是不为那联系 和孩子在中间 怎么有一点关系 基本上 没联系 伤心 那时候也设计 也小 女儿也没结婚 完了也不想找 因为我现在也 就算是 处了两个男人吧 都背叛我 就是说 对男人 你说 挺伤心吧 完了 不想 不要联系什么 不想联系 找男人 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能生活 我自己能自立 就是 反正就是说 男人对我来说 对我伤害很大的 就是说 曾经遭受了两次打击的高阿姨 当时也是被伤透了心啊 所以啊 如今对待感情更加的认真 平复好了情绪 郭阿姨也继续问起了自己 关心的问题 你能开多少钱 我工作少 2000块钱 2000 你在哪儿退休啊 我以为他画得忘了 我是在这个 年纪一般的都来多吧 他没有问我 开多少钱 你开那么点 我是开两钱 我跟他说我是开两钱 他说我就这么说 那你 笨钱有多少 女的现在这么说 差不多 八十到九十都是笨这个钱 可能 他好像不愿意说话 是吧 不觉得是那样 我说了一大堆 他说了那么多 我都给接着了 他也没说 我还得我问 他妈也 我问了 开工资 开多少钱 两千块钱 他说不好 我记得 他是在考验我 就说 他问他之前 看那个童童 这鱼鼠对于工资的问题啊 有所隐瞒 主要是害怕 是笨钱来的 这鱼鼠老是挖掉一辈子了 再加上老伴去世后 自己一个人生活久了 便养成了小心谨慎的习惯 这说着闹着 终于爬上了这茂山的山顶 哎 鼠 这沿街 茂山山顶 人风也太大了 这都是晃的 是晃的吗 晃 晃 今天有晃 这个最高点嘛 哦 你看那个信号 哦 那是信号 它这个 飞机不过的时候 有那个信号 哦 可以一直看着是吧 一到山顶啊 是虞鼠和高阿姨决定 来合掌影 等一下 咱好不容易一起笑来的 3 2 1 茄子 笑一个 笑一个 什么 我觉得自然是这样 1 2 3 哎 有点 真挺好 其实啊 来到这茂山 更是因为听说 这茂山有一个缘分塔 对着它许愿 特别的领 一相信在这祈福 是许愿就能领的 是不是 那快许个愿吧 哈哈 哈哈 我许的愿 我就说 那个 要我平平安安的 能找到我 趁心如意 趁郎去 所以你信不完什么 我还跟这下 我真的要不信你 你相信在这祈福 是 是许愿就能领的 是不是啊 我还跟这下 我真的要不信你 本来想着 借着这个缘分塔 增加双方的热乎度 没想到啊 这高阿姨和余淑 还是如此的拘谨 所以红娘决定 让他们两个 自己聊一聊 谁的犯罪是想 上这个节目 都是这个实言实意的啊 要不你看他们 从这个 从那个 提灵的那位老远来过来 你看 往来给拆人这些事 你看他们也不会 我也是 对啊 他们你看 所以咱们俩也是这样 我这些想法 就差了这个点 这个事情 通过两个人单独的交流 看来啊 两位已经自己有了自己 心中的答案了 双方也互相留下了电话 决定再深度的了解一下 最后啊 于大哥说 他还是希望能找个丧偶的 因为他担心 离异的容易和前任 偶断撕裂 这一下子呢 就让我想起了 在平台上 有一些离异的大哥大姐 特地给我们表明 就是不想找丧偶的 说是担心 对之前的老伴念想太深了 没法走进心里 其实啊 我觉得关键得看人呢 看性格合不合适啊 脾气对不对撇子 能不能彼此坦诚相待 但这哪是一眼两眼 就能看出来的呀 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 说白了呀 还得靠处啊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原来不晚 咱们下期再见